近日,支付宝发布了2012全民年度对赞单 这一年,福建地区的支付宝网上支出金额约涨到全国的3.96% 排名全国第七,同比上年增长了66.7% 随着对赞单的发布,不少网友在网络上晒起自己的年度支付宝账单 其中最抓人眼球的支付地来自福州 据福建当地媒体报道,该网友的年支出 达到468万元,光在天猫淘宝网购物就花去了438万 日均花费超过1.2万元 它的年支出在福州市排名超过99.99%的人 当月最大比支出在去年12月份为47.97万元 记者打开这名网友的微博发现 他已将原来机械Skyline370GT的网名改成了机械SkylineNeeder 此前发布的那条账单微博已经删除 不过从网络截图中不难看出 该名网友在赛账单的时候还写下468万求败 钱财如浮云,该买还得买的言论 记者浏览其微博 微博上的主要内容都是与车有关 其中不乏对众多豪车的评价 可见其生活复述 对此,支付宝相关人士日前在接受福建某媒体采访时表示 账单是不会有假的 因为数据都是根据支付宝后台实际交易数据生成的 网购支出的金额高可能有多种原因造成 当前支付宝也支持譬如部分店家 诸如钻石,商品房等大额物件的支付 还有一种可能是 这个用户他本身是一个通过网购搞批发商品做生意的